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那首寂寞的双手在凌晨的零点五十五分送给你们身旁 也许有好多人会跟我一样 在凌晨在寂寞的夜里听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不自觉着跟着哼唱 有的时候会唱到自己很伤心 有的时候会唱到 一般就忘了自己 别人说网络上的爱情是不可信 别人说网络上的感情没有真实的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网络上也有真实的爱情 每天 两个人身隔着电脑 互相思念着对方 互相挂念着对方 在你的脑海中 你会想 他 有没有好好的吃饭 有没有好好的睡觉 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 有没有想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零点五十六分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孙莫小言 希望 我可以用我的声音 走进你心里的最深处 有人说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有人说 陪伴 真的是 最长情的告白吗 其实 真正相爱的两个人 不一定要每天的陪伴 只要互相心里边 装着对方 想着对方 念着对方 让他的样子 一直铭记在你的心中 把他的样子 一直铭记在你的脑海里 有人说 距离 才是美 比如说 美 胜过一距离 心不会变 感觉就不会变 真正的爱一个人 会去包容他好多好多的缺点 真正的爱一个人 会在他生气的时候 去陪着他 去哄着他 真正的爱一个人 真正的爱一个人 哪怕是他的一个动作 你都会认为踏实的生气 真正的爱一个人 会互相 牵挂着地方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我学员